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大家越讲越有你 我是石头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上次评论员 鹿乔女士 鹿乔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雷蒙多说了中国大陆访问 从布林肯 耶伦 John Kerry 他第四个说了中国大陆访问 亦是拜登内阁成员之一 在那里做什么呢? 每一次看到他们所有成员去 似乎收到的后果都是相当美的 当然从表面上看到不断勾 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他们去中国大陆的目的是什么呢? 今天请露权和我们分析一下 雷蒙多这次出行之前 解除了对27个中企的制裁 对中企的制裁有200多间 他解除了27间 大家都觉得是否美国要调整对话的政策 是否现在什么都放宽 从以前的紧张关系 现在来说你有放缓的迹象 中国的官媒对雷蒙多访华 也都是抱着一些很积极的态度 就说之前就期待 美国会是对中共 就是会有更多实质的善意 以前布林肯和耶伦去 是经中美双方商定的 但这次就说得很清楚 雷蒙多是应中国商务部部长 黄文涛的邀请 所以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拜登又不知道在做什么 又在放松 一轮之后又放低姿态 很多人都很紧张 对这次雷蒙多的访问 但是这次你看雷蒙多去到 有人说他就是软硬劍士 我觉得就不是软硬劍士 他是非常之强硬的 我们看看他实际上说了些什么 他和商务部长黄文涛会谈的时候 首先见黄文涛先 雷蒙多一开场就说 两国的贸易额达到7千亿美元 那么多 非常之重要的 希望两国的经济的关系回稳 一听就以为他很远 但是跟着马上就说 美国在国家安全议题方面 是绝对不会跟你谈判的 也都绝对不会妥协的 就要马上把那个底线 就说得清清楚楚 那他说就是 什么叫做 没得谈判呢 比如说降低供应链的风险 就是供应链方面 不会再那么依靠中共 强化美国的基础设施 创立本国的就业机会 这方面 另外就是说 他们会反复地去尋求 和中共的良性竞争 大概说了这些 但是从他们这样的态度 其实已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就包括这些高科技的晶片的禁运 5G、TikTok 这些什么 美国政府是不会松绑的 就是说得很清楚 那到他后来见 何立峰就是这个中国的副总理 他又在那里强调 他就说美方在国家安全方面 是不会妥协的 又再说多一次 但是他也放软 他说多一点 就是说 美国不会尋求和中国经济脱欧 也都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那当他说这两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你不和中国经济脱欧 但问题就是说 现在美国已经是和墨西哥和加拿大 那个贸易量是超过中国的了 今年是第一次超过中国 那你说他不和他脱欧 是 一些高科技那些东西 早就已经脱了欧 现在已经禁运了 但是有很多的日常 美国人的日常用品 或者一些很低科技 低科技的东西 美国人现在来说 还是需要中共的 他们就一边 就是去看一下 有没有代替的地方 国家 比如南亚印度 那些不停地去寻求 这些国家来供应 那在另外一方面 就是透过雷蒙多说 现在没有打算和中国脱欧 我觉得真是 就是什么都说了 就是美国都说了 他又说 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其实呢 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两年了 中共它在金元 就是钱方面 和科技方面 是被美国 就是可以说 好像他们自己说的 就是抓住条颈 这个是他们的将来来的 钱很重要 特别是高科技 是很重要 这些晶片很重要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发展 就是他们的将来 但是雷蒙多说 不会阻碍中国的发展 所以在这里 我就觉得 看看你怎么解读 雷蒙多说的话 但是一直 我们看了两年 都是一直在做 和中国经济脱欧 也在阻碍中国的发展 但是这个阻碍中国的发展 其实很简单说 就是拿回 因为美国本来 是属于美国的东西 是这么简单的 我想雷蒙多的意思 就是说 等你自己内部 打死死的 自生自灭 这样 不阻碍他的发展 雷蒙多也都和李强 在29日见面 中方就要求美方降低 对中国在这个科技 特别是高级科技方面的限制 但是雷蒙多一口拒绝 他又再说 他说 美国不会就国家安全问题 和任何去谈判 雷蒙多本身是一个 刚才石头说了 他是拜登的内阁 是商务部的部长 其实他是很重要的 他真是像很多制裁的老板 他真是老板 从出口管制 投资限制 到将中共的很多的企业 列入黑名单 都是他的工作范围 是他的权限 所以这次他去到 他讲的话 他斩钉截铁 其实就对中共来说 特别他本来是有些期待 是很耐异的 就是觉得是很 差不多是可以说 是很难忍受的东西来的 现在看到他建立黄文图的时候 就在说 他们商务部之间 会建立一个渠道 作为沟通的 但是共和党都反对 有没有用呢 你说 就是星期一 是建立黄文图的时候 两个国家就同意 就是建立一些的沟通渠道 一个就叫做商务的事务工作组 和另一个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 建立一个两个这样的组 但是我们知道 和中共建立这些组是没有意义的 也都没有用的 那建立来做什么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是川普的期间 由留学主导的 和川普自己主导的 就是中美的贸易 又见了很多轮他们的工作小组 飞来飞去 有时候飞来华盛顿 有时候飞去北京 到最后 就是习近平一手就推翻了 就是这样 这些组工作组根本就没有意义 除了这样之外 美国国会也都不会比拜登的团队 那么容易过这些关 美国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Michael McCaugh 就已经在星期一就发表声明了 就是说和他们搞了这些什么小组 充其量是幼稚的 而且是很危险的 所以这些小组 大家真的不要看到他们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那雷蒙多除了立场非常之清楚 他的底线非常之清楚之外 他还有年宵大打 还要走回头打中共 打他们 就说中国根据他和商界的会议 就说中国是不适合投资的 一方面整天都罚钱 而且是巨雅的罚钱 另外现在又有反间谍化 又随时对这些外国企业突击的搜查 他说这些事我们都要说清楚 再一个就是 譬如说对美国的晶片製造商 Macron他的限制 这些事情都是完全 中共是没有给任何理由的 那之前也有些商界的人士 对雷蒙多说 现在这个强制技术转让 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些 仍然是问题 所以雷蒙多说了一句很重的说话 说他中国是不适合投资的 那这句话一出 那中国就非常的生气 立刻出来反驳 说美国有几万的公司在中国投资 大部分都赚了钱 也有百分之六十 说仍然会继续在中国投资 他就反驳了 不过什么都好 雷蒙多现在已经在离开中国 今天是星期三 北美的星期三 雷蒙多现在回了美国 那他这次的中国之行 在贸易方面 美中之间有没有缓和的迹象 我可以很简单地说 就是两家的会议 其实就是不欢而散 中共本来有很多期待 什么都得不到 美国根本就不期待什么 所以不欢而散也是很清楚 雷蒙多那么强硬 当然会不欢而散 但是从今次雷蒙多和中共的会议 我们看到 美国完全在上方 完全是一种控制的姿势 什么都是我说了 什么是底线 什么可以谈 什么不可以谈 就这样 在今次来说 我觉得中共 它本来是有期待的 但是今次它真的 就是尝到了美国非常之精明 也都很冷酷 用了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的策略 那在这个贸易方面 在它的科技的禁运 各方面 美国其实它当然出了很多招 但是它用的方式 不是说用战争去令到中共去就范 战争是台海和南海的事 在整个的报局里面 贸易的报局里面 美国就做了些事情 就令到中共现在就什么都没有动 任何的他们想反抗的东西 都是反抗不了 就是这样了 我们看一下对拜登来说 他的对话的整体的政策就是管控危险 他管控危险 总之就不要打仗 什么都好就不要打仗 所以他今次在几个月之内 就安排这么多的重要的官员访华 就是要管控这个危险 就不想太快走到两国要交战的状态 当然如果真的要交战 有时候也不是拜登单方面可以控制 但是拜登是尽量这样去控制 所以这些会拜登是没有期待的 没有意义不要紧 没有成果根本就预了 他根本就不介意 他唯一介意就是大家聊一下 大家坐在那儿聊一下 他真是为沟通而沟通的 而且拜登是非常之有秩序地去做的 先拜布林肯 接着派耶伦 接着派克里 最后现在派雷蒙多 是非常之有秩序地去管控他们所谓的危机 当然这个是整个美国的国策 但是当然拜登也有他自己的agenda 就是自己的一个议程 他自己的目的 就是雷蒙多说了他没有去访问中国之前 已经跟150名的商界领袖 就有一个沟通的了 那今次最后一站在上海 他都看到一些在华的美国企业 做这么多事情 当然就是对企业有一个交代 因为美国整个的国策 对美国的企业 其实那个冲击都是很大 那美国企业都是对自己的政府 有些事情他们想说 比如面对的问题 也都希望美国和中共是可以继续沟通 继续有一个 为他们准备一个 或者继续一个 比较可以营商的环境 就是这样 但是就拜登来说 他为了他的选举 为了现在筹款期间 他得到一些企业的支持 他觉得这一步也是一定要走的 就是表面上好像缓和一下 和这个中共的关系 表面上是听着 美国企业他们的一些顾虑之类 再一个就是 当然就是拜登和习近平 在11月的旧金山 这个APEC会议里面 就是可能会见面 而雷蒙多 这个是根据《华尔街日报》说的 就是为两个人见面铺牌道路 就拜登来说 在竞选之前 他是有必要去见习近平 和当中显示他对中共是多么强硬 大家要记得 拜登对中共的批评 比如有一次就说习近平是独裁者 另外一次就说他是这个 計时炸弹 就是在他说 用很重的语言的场合 都是他为了自己的竞选 去见民众的场合 在当时说他就特别的强硬 所以在这次APEC来说 我觉得不要以为拜登会缘 拜登是没有可能缘的 现在是没有可能缘的 那对中共来说 当然刚才说了 最希望通过出口管制方面 美国会松一松 但是很清楚 现在雷蒙多亲自 很缺断地说不行 另外就是中共 常常都是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要么它就不理睬你 是完全不跟你溝通 比如在军事上 美国和中国是完全没有溝通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但是有时他们又将沟通 作为是一种 是他们要去 令对方让步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手段 他认为就是 今次和雷蒙多 谈过之后 他们可能就会去 走去和美国的商界 在华的商界也好 在华尔街本身也好 再和他们谈 要这些商界 向美国政府施压 他们可能有这样的企图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 都很难 以前说 现在一定帮中共 在华的美企也都 很自然 他们那里做生意 都可能会帮中共 但是现在来说 就真的很难说 那些西人又没有回到中国大陆 就知道了 如果是多人回去的话 那当然是支持了 是不是 那越来越少人的话 当然就是不支持了 还有就是说 习近平也是非常之想 是11月见到拜登的 他的理由就比较简单 他也都知道 他现在没办法 令到美国做些什么 现在来说 根本他要的东西 美国一定不会给 真的不会给 因为是给不到的 那他唯一的希望就是 仍然摆出 他是一个大国的领导 在对内宣传的时候 摆出 他仍然可以和拜登 平起平坐地开一次 只有两个人的会 就是这样 这个对中共来说 对习近平来说是很重要的 那就讲到这里 就讲一讲 就说开这么多这些会 美国就没有期待 那对中共来说 会不会有什么的益处 是吧 那就讲到这里 就真的要怪中共自己 那就有几个例子 我很快去想讲一讲 最近就是有一些报道 就说 习近平就反对西方式的 以消费带动经济的理念 大家都知道 现在内需差到这样 那在西方来说 甚至台湾 都是给钱的 周围都给钱的 给钱些 老百姓就拿 他们叫老百姓 就拿去花 去洗 那经济就比较活络一些 但是他在今年的 《求是》 雜誌八月份的时候 有一篇文章 中国文章 还要对当今 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要保持耐心 就不会派钱给你的了 就是可能没有钱给 因为给14亿人 就是他有钱 他情愿回去 一带一路 或者去南非 一洗一洗一百 不想回到老百姓的身上 那就要大家去耐性 那他就说 不要西方那种 用消费来 令经济增长的模式 有很多人就在这里分析 他说北京现在来说 他可能还会继续搞些什么基建 投资一些重点的项目 来提振经济的 如果他们是这样做的话 他的钱是放在自己的手里面 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如果派钱 那些钱都去到人民那里 对他来说没什么好处 但是如果钱在自己的手里面 他越喜欢怎么洗就怎么洗 就是这样 现在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已经有很多个月 就不讲经济的理由 有人特意去看他过去 几个月的谈话 他说了很多其他东西 但就是不提经济 那主要当然就是他 我想他完全没有符 他根本就不懂得经济 他不会知道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那另外一个 就是亦都是他的意识形态 就是他最重要 就是保护他的政权的稳定 和他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地位 所以经济对他来说不是最重要的 政权和他自己本身的保持 只是最重要的 他的牺牲 经济是在所不惜的 所以他不会做什么的了 今次他不做事 和他不肯用派钱的方法来刺激消费 是令到欧美对他 最后一点点的信心都没有了 真是死心 就知道这个人是外星球来的 和一般正常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他不想 这个是习近平不想 有一些就是不能够 他没有能力做到 那8月27号晚 很多人都看到这个消息 中国财政部、证监会、三大交易所 就是出了一个组合权 就是散布了很多利好消息 就是希望刺激到资本市场 那这些利好消息 就包括了减半征收的印花税 另外就是阶段性的收紧IPO的节奏 进一步规范股东的持有股份 各方面的组合权 那星期一就是那个股票是大幅上扬 但是很快就全部跌下去了 那同一天就是恒大在停牌17个月之后 就是重新挂牌 但是它的股票一日之内就跌了87% 这些都是中共不是说不做事 它做事它都想刺激一下 它都不想恒大死只被它伏牌 但是一些效果都没有 就是全球的投资已经对中共没有了信心的了 那在过去的8个月呢 那些投资全球的投资者 就不停地卖中国的股票 比如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它的利好消息一出 就很多人就顺便外逃了 就是顺便就扔了那些股票 那些资金就外逃了 所以如果全球都看虽中国的经济 信心不在那里 你又拿不出任何其他有效 看不出你做 不要说拿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你想的 你想的 你做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似的 那它就算是 如何再出台这些表面的东西 措施也是没有用的 再加上很多智商矛盾的东西 以前我们都说过 这里都不再说了 所以就是一句说完 不信得过中共 更加不信得过习近平 那再加上最近呢 就是这个反映的事 那给全世界再看一次 就是这个政权 和它部分的人民 是多么愚蠢 是多么愚味 是多么无知 真是一个闹剧 是一套丑剧 那就是看到你们这样表演 我想就是很多西方人 真是想不醒都不行 在几年前 不用很远 但是五年前左右 很多人都认为 中国的生产基地 和中国的市场 无可取代 中国的生产 就是他们的设备 他们的供应链的齐全 是绝对不是越南 或者印度可以代表的 另外就是 不知道多少的经济学家 差不多用自己的性命 担保这么严重的程度 就是说中共一定会超过美国 它一定成为全球的经济大国 一定领先 这个是不可以讨论的 可以讨论的就是 中国什么时候做到 就是这样 但是曾几何时 就是今年三月之后 世界就对中共的看法 是来了180度的改变 现在就有很多专家 有些什么 诺贝尔奖特主 华尔街大鹅 出来就说了 中共的40年的黄金时代 已经结束了 一个时代已经终结了 大家已经给了它 就是最后的盘决 就是这样 所以一个雷蒙多的 小小的会议 是做一下样子 大家都做一下样子 中共来说 当然现在就失望了 它当时来说 可能都不是做样子 都有所求的 但是就是一个这样的会议 根本就帮不到任何事 不过就是 就是开了就开了 官员 就是好像雷蒙多 他就是离行公事 做了他要做的事 就是这么简单 共争 其实美国都是 经过了千辛万苦 才拿回今时今日的地位 回来 今天自从川普开始 提高关税开始 对华的贸易都开始 出现了这个争拗之后 其实是慢慢 是将那个优势扭转的 正如露齐刚才说的 中共想踩着美国的肩头上位 美国绝对是不会同意的 这个就是美国的国策 其实无论哪个上台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走向 所以现在评价 中共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真是过去了 过去了就是过去了 想翻转头 我相信都几难 供应链分配到其他的东南亚国家 他们同样会用尽一切努力 将供应链留在他们自己 那中共就有什么行 加上人口的老年化 这么严重 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我想真的没什么行 如果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 还没订阅的话 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 顺便点击小铃铛 我们每一次节目的时候 都会通知你的 这期节目有你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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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